众所周知,把系统盘更换成更快的SSD可以大幅度提高用户体验 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更换系统盘正确的知识 如果只是单纯的克隆一遍,你肯定启动不了系统 大多数人简单粗暴的重装系统去解决问题 而很多人重装系统的代价是很大的 本视频将教你如何更换系统盘而不重装系统 涉及到装系统,不得不提一下UEFI和Legacy 这是两种不同的引导方式 Legacy字面意思是遗留物,是旧电脑的引导方式 或者称为BIOS引导 Legacy需要硬盘采用MBR分区 不支持大于2TB的硬盘 而UEFI全称是统一可扩展固件接口 需要操作系统支持 它支持大于2TB的系统盘,并且采用GBT分区 Win7及以后的Windows操作系统都支持 UEFI给普通用户最大的好处就是启动速度变快了 现在的新电脑,新笔记本都是采用UEFI引导 教你直观的分辨电脑是处于哪一种模式 就是看启动后主板的logo是否消失 如果没消失就是UEFI 如果变成了Windows徽标,那就是Legacy 而知道了UEFI和Legacy 我们才能正确的更换系统盘而不重装系统 首先我们看UEFI到UEFI 如果你不希望更换引导模式,那么需要这么来 为了方便演示,我们采用虚拟机操作 我们假设你已经有了个基于UEFI的Win10 有些主板并不支持UEFI引导下,开机后直接按Delete进入BIOS 我们需要先进系统,点开开始菜单 在选择重启时按住Shift键 然后你就可以进入Windows的恢复菜单 然后按照我的演示步骤进入BIOS设置 好了,我们进入WinPE 这里我们使用的是WinPE 强烈建议大家不要使用各种水果蔬菜的PE 因为它会捆绑软件 哪怕你安装的是纯净版Windows 一样会给你塞全家桶 目前我只看到了WinPE2.0没有这种行为 所以大家使用某些定制的WinPE要小心哦 我们进去后首先是给新硬盘分区 注意使用的是GPT分区 我们就分一个盘 然后格式化的时候注意4K对齐要勾上 然后我们依次把ESP分区和系统分区进行克隆 克隆ESP分区 注意不要选错分区哦 系统克隆前删除页面和休眠临时文件 以减少复制量 克隆系统分区同样注意不要选错哦 反复检查好再开始 这里不是全盘克隆而是分区到分区 所以很灵活 所以懂得原理就可以应付各种复杂情况 克隆完成后就需要修改UEFI设置 如果不改肯定是无法引导的 我们使用BOOT S来修改UEFI设置 主要是对硬盘和启动分区进行修改 重启后发现还是进不了系统 那是因为还要修改BCD BCD是Windows的引导 记得要挂在ESP分区哦 我们再次使用BOOT S 然后选择BCD所在的文件 然后就在这里去编辑启动盘和启动分区 保存后就能正常在UEFI下引导Windows 这里有人要问了为啥是D呢 系统盘不是C盘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 BCD里面不是记录盘幅的 因为盘幅在操作系统没有启动之前 没有任何意义 BCD和UEFI都是记录 四盘为一编号UUID的 所以我们这个盘幅BCD布的 会自动转成UUID 所以没必要在WinPE下纠结盘幅 设置好之后直接重启 系统顺利进入 好了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 Legacy升级到UEFI 第一步是进BIOS 启动主板的UEFI 进入WinPE后 把新磁盘改成GPT模式 然后分区 克隆ESP和系统分区 这里和UEFI到UEFI是一样的 克隆完成后 需要把ESP分区挂载 因为UEFI引导信息要保存到ESP分区 挂载后我们要进入UEFI引导工具 点开命令行 输入BCDBOOT控格C 冒号 反斜杠 Windows 控格 正斜杠 S 控格F 冒号 控格 正斜杠 F 控格UEFI 这个F盘就是ESP分区 然后进入BCDIS 检查BCD和UEFI引导是否正确 最后重启即可进入系统 最后再分享一个疑难杂症 就是引导后黑屏 一般出现在分区比较多的电脑里 这是因为原系统分区与四盘映射表混乱了 我们要进入注册表重置下即可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们进不了系统怎么修改注册表呢 注意了 这里连安全模式都是进不去的 所以我们再次建筑WinPE 在WinPE里打开注册表编辑器 然后随便进一个分支 选择加载配置单元 然后进入WindowsSystem32Config 选择System这个文件 这里就是对应的原系统的 HK Local Machine System分支 注意了这里会让你取个名字 不要直接取System了 不然会提示无权限 实际上是重名了 我们随便取个别的名字即可 然后进去点开Mounted Devices 然后把你们项目全删了 注意默认这个项目不要选上 否则会报错 删除后记得卸载配置单元 最后重启 这样系统就能正常进入了 学会了这些 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新硬盘升级了 同样如果有妹子觉得电脑慢 也可以帮她使用此方法进行升级硬盘 注意了 帮妹子升级不要三下五除二 分分钟就搞定了 要慢工出细活 一方面增加相处时间 另一方面让妹子觉得 你帮她完成了一件大事 不过啊 如果这个妹子已经有男朋友 或者是已婚人士 那就把这个视频发给她 让她自己学吧 哼哼 好了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记得一件三连哦